香港《平馬同業業進會》 香港《平馬同業業進會》 1985年成立的行業之間行家的一個聯誼 無論馬會也好 平馬人也好 當然希望香港的賽馬事業蓬勃發展 這個大家都同樣的願景 以前我在電視台做賽馬結果的時候 家庭的氣氛比較重 在馬會我覺得他的氣氛比較專業很多 25年前香港賽馬只不過是一個地方性的賽馬機構 但在這25年香港賽馬就發展得很好 在世界的賽馬版圖佔了一個很高的地位 應生還可以當國際賽馬機構聯盟主席 那個範圍更加廣泛 即是全世界性人世界性 公認香港賽馬在這方面的領導地位 跑馬好像一個香港很代表性很象徵性 一個活動 所以在回歸之前一說馬照跑 人心都安定了下來 現在的結果當然了 回歸了25年真是馬照跑 甚至跑到比以前更加多 更加高水準 作為一個學業內的分子都高興 你去到別處人家都覺得 你的水準是可以受到認可的 整個行業的地位都一樣提升了 我相信馬會在香港的發展 當然已經去到一個很豐盛的階段 我想下一個藍圖當然就是重化賽馬 我們一直都希望可以看到 賽馬在國內在中國落地生根 我們從十幾年前 當重化在一個地盤的時候 已經不斷上去參觀 一看著它從一個爛地 變成現在一個頗具規模的馬場 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 重化有幾件事是香港沒有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馬 批放草的場地 馬在一個圍著的地方 讓它暖地走 又不用人理它 它自己有空去吃草 好像放假一樣 好像去度假一樣 游泳池比較大 很多設施都比香港寬闊和先進一些 有時有些馬上來重化 好像當年讀了一條駕回來 你會看到它的頸部開始放鬆 在一個沙丸走上來 開始滋油 開始沒有出汗 這就是很明顯的轉變 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很好奇 而且很期待等重化飽馬 我相信重化馬場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有機會在重化舉行一些 一級賽、世界級的城市 會不會很高峰 有lar 是 這件事 是 讓大家看 謝謝 跟我們